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有一年和十五 不要常常出门 洗手用被招洗手 感谢主 那今天我们要阅读在 马太福音22章14节 这个很简单的经节说 被招的人多 险上的人少 所以方说 神招呼我们很多人 但是险上的人不多 这个经节很简单的告诉我们一个故事 我们一起提供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 谢谢你今天的话语 求你圣灵与我们同在 帮助我们 让我们明白主 你是最爱我们的神 我们不能够活着没有你 求你圣灵与我们同在 让我们讲到的 听到的 可以得到力量 我们奉靠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 耶稣呢 他用一个笔 讲了一个故事 他说天国好比一个国王子 为他的儿子摆设宴席 起亲的宴席 然后呢 就打发仆人气呢 请那些被召的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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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一起复习吧 他们却不肯来 王又打发别的仆人 你们告诉那被召的人 我的宴席已经准备好了 牛和肥兽呢 已经窄了 各样都齐钱了 请你们来 来复习吧 那些人 布里就走了 一个到自己田里去 一个做买卖去 其他的拿着仆人 拎住他 然后呢 把他们杀了 王就大怒 发兵 突灭那些凶手 烧毁他们的城 于是对仆人说 喜宴已经开始了 然后呢 只是所招的人不配 所以你们往 那你们呢 要往这个 闸口里上去呢 凡意见的 都招来宴席 都招来服洗 那些仆人就出去 到大陆上 反意见的 布伦散呢 都招起 招起 急来了 宴席就做满了客 王进来观看宾客 见那里有一个 没有穿礼服的人 就对他们说 朋友 你到这里来 怎么不穿礼服呢 那人无言可大 也是王帝 使唤的人 然后呢 捆起他的手 脚来 把他丢在外边黑暗里 在那里 不要哀哭切齿了 然后呢 因为被招的人多 险上的人少 耶稣告诉这个故事 很简单 就是说 他为他的矮孩子呢 摆设了宴席 希望很多人来 但是呢 很多人 都有他的理由 而不想来 甚至有的 把他的仆人给杀了 你看 这个故事呢 很简单的告诉了我们说 神对我们的爱呢 是没有的好相比的 当我们知道 当我们知道 我们的人生 只是一个机会 那就是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选择 要到什么地方去 我们知道 我们的人生的 大框架呢 已经被注定了 我们无法选择 自己的父母 这是注定的 我们所生活的时代 和出生的地点呢 也已经注定了 我们无法选择 虽然之下 我们无法选择 但在其他的世上 就有许多选择的空间 在人生里呢 我们必须决定 要选择耶稣 或者这个世界 当我们听到福音时 我们不是可以选择 耶稣或季节吗 我们可以选择 不信 我们可以选择信 当人们将 接受神的审判时 那我们会 神会问 你为什么不信信耶 不信耶稣会问 为什么你不信福音 这时我们无法找借口 说因为 没有人跟我传福音 其实 这个是不对的 我们的人生 一定会听到福音的 只是我们的选择 要不要顺服 听到福音之后 是不是要接受福音 所以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说 主耶稣告诉我们说 他的儿子要结婚了 他摆设宴席 没有人肯来 这个世界 就是在发生 你看 这个新冠肺炎的病情呢 直到人 明白了一件事情 那就是我们人 非常的有限 我们人是无能的 所以我们要回到 主的面前 在巴西 美国 欧洲其他的国家 他们在马路上 跪下来祷告 唱诗歌 求主 遥数他们 这个病情使到他们家破人亡 他们的生意失败了 他们的工作 完蛋了 他们的 学业 他们的 私业 他们的商店 没生意做了 所以人呢 要来亲近神 当你亲近神的时候 这些世俗的事情呢 主耶稣 会帮助你 当你选择信他的时候 你的生命就有保障 圣经说 你看 天上的飞鸟 每天照顾 还是活得好好的 何况是你们 然后耶稣再说一句话 他说 你们这不好的父母亲 如果孩子求疑 说了我们说 主耶稣再次鼓励我们说 如果你选择我成为你的阿爸父 我会照顾你的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 选择相信耶稣吧 如果你信了耶稣 你被这个世界上的忧力 缠着着你 捆绑着你 你奉耶稣的名 请求主啊 求你帮助我 我每天都在负面的想法 魔鬼一直攻击我的思想 让我放弃 让我不要到教会 让我不要参加查经班 让我不要参加 在网上的这个读圣经的课程 主啊 求你帮助我 可以找一份工作给我吗 主 主啊 求你帮助我 让我的商店呢 可以有神意做 主啊 求你帮助我 让我公司 可以东山再起 主啊 求你祝福我 让工厂很顺利的 有订单 然后有钱赚 主啊 求你帮助我 主耶稣 我的家庭主 你祷告之后 你就去努力的去做 那 你会看到神级会跟随着你的 神呼召我们 祂不但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过着福利的生活 而且祂要照顾我们 让我们成为世界的光 世界的眼 只要 我们 选择祂 耶稣给我们 自由的选择 祂不会逼着我们说 哎呀 阿明你要信耶稣 阿成你要信耶稣 然后阿梅 你要悔改 阿灵 你要 你要每天祷告 祂不会逼着你的 祂会将你自由的选择 阿灵你要不要祷告 阿梅 你要不要信耶稣 阿光 你是不是要悔改 他没有 阿光 你不悔改 我明天就给你撞车 没有的 我们的主耶稣 召我们 祂很自由的让我们选择 祂不会像 要控制电脑 要控制 让我们 我们成为机械人 不一样 所以 亲爱的弟兄姊妹 你想想看你这一生 神啊 透过很多人 然后呢 各种的管道 呼召我们 让我们听到 耶稣的故事 让我们听到 耶稣的爱 让我们听到 耶稣的拯救 然而 有许多人 虽然听到神的呼召 却转头 而不回应 就没有被写上了 无论我们选择什么 都要负责 其后果 所以今天 我想告诉你 我选择 爱耶稣 我选择 侍奉耶稣 的理由 是什么呢 因为 祂太爱我了 你说李牧师 神经病嘛 耶稣怎么爱你 你都看不见祂 对的 我是看不见祂 但是有一件事情 祂看见我 我看不见祂 但是我知道 祂很疼我 我看不见祂 但是我知道 我的生命 在祂手里 一切 都会很好的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希望你也选择 爱上这个耶稣 这个境界呢 不是属于我们的 那就是说 被造的人多 险伤的人少 让我们成为 被险伤的人嘛 好不好 每一个人 活在这个世界上 全世界的人 都曾经听过 耶稣的爱 耶稣的故事 但是很可悲 很多人都说 我不爱耶稣 我不要认识祂 那今天 如果你没有信耶稣 我想告诉你 我虔诚地告诉你 耶稣非常的爱你 不要放弃 打开你的心门 接受祂成为救助 如果你信了主 信心不足 我鼓励你 不要每天 在那边买烟 努力 然后尽你的能力 什么呢 祷告 尽你的能力 亲近神 尽你的能力 来 学习神的话语 那你就会看到 耶稣的爱 永远长存 好 我们就低头道高 亲爱的阿爸佛 谢谢你今天 让我们可以看到 你的话语 可以看到你 对我们的爱 你艰险了我们 你 呼召了我们 可是我们人 很顽固 季节了你 主啊 求你怜悯我们人类 让我们 给我们一个机会 让我们可以 相信你 可以认识你 谢谢你 主耶稣 我们奉耶稣的名 向上感恩 也求祝福人的国家 二人城市 谁能触摸我心 深处想你 天涯海角 用我一生寻你 找不到 有谁能想你 天涯海角 用我一生寻你 找不到 有谁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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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你 有谁能 我们下来啊 有谁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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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量 保证 都 没有 有手